新聞稍微我們來關心 中華館政府界尾在六港 富力大陣社區旁邊開發這個 法治室三養分區界尾 既然是這個開發案 也會去旁邊議長開發区 富力大陣的社區 訴託其民強烈官大 其民是造成自救會一直前 二十九號又比較直接 在管政府來抗議 要求管府要脫案 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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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名六港法治室的民眾 在管政府頭前 可以保留控議 要求中華管政府 貼銷帕地處三養分區的機會 主舉會會長表示 管府根本就沒有尊重地興民意 所以在共町帕地處分區 陰情的三養是給五年 而且開發案都要不過 就已經在十天 那我們很慶慌 為什麼還會進入環境 它就可以已經回答這樣子 還有為什麼旁邊的自來水 那管子已經四千已經買好了 然後它跟它在環境的那個 那會議上 就說明會的會議上有說 它自來水管是要給那國會去用 為什麼都還沒有做 憲政我們就可以偷跑 這場的控議也出現不少 破到今天來的祝福 控議民眾說 到底在扶勵台中的祝福 都是六甲要參加 希望身為六甲女子的王館長 可以聽他們的聲音 我們是勞工階級 所以要上班沒有賺錢 沒辦法生活 所以只要我們這個 老幼婦獨出來代替他們發言 請先政府的王惠美 縣長能夠聽到我們聲音 你在我們陸港鎮 當了鎮長八年以上了 你的爸爸也當了好幾年 為什麼不了解我們福利大鎮 都是勞工階級 管政府最好是由環保教的科長 出面接下定情書 也向控議民眾表示 這個開發案已經建立環境改大 未來會召開環境影響評估委員會 來做審查 那審查的過程 歡迎各界關心的好朋友 可以來申請旁聽 關帕提出三項航區主救會 除了在廣護頭前控議以外 一個人會怕到中華館議會 希望中華館相關的民意機關 可以退營主持功德 對中華新聞 中世良 中華蔡宏報道 有 然後 都是 熊